66条经典禅语 侠客文章1点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2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3点 你永远要 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4点 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5点 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 6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7点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8点 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9点 你拾磨时候放下 拾磨时候就没有烦恼 10点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11点 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服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12点 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 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13点 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 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 不会心安理得 14点 心中装满着自己的 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 别人的心声 15点 毁灭人 只要一句话 陪直一个人 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16点 根本 不必回头去看 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 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他 下去烦咬他一口吗 17点 永远 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18点 请你用 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19点 同样的瓶子 你为石膜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石膜药 充满着烦恼呢 20点 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 以为他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 对他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 与他 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 不是你想象中的 那么美好 21点活的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呼气我 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22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23点 憎恨别人对自己 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24点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了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他来说 是一种惩罚 25点 情值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值 你才能得到自在 26点 不要害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27点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28点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 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29点 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 30点 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 31点 要了解一个人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 32点 人生的真理 只是藏在平淡无谓之中 33点不洗澡的人 应擦香水是不会香的 名声与尊贵 是来自于真材实学的 有的自然香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 以便回旋 34点 时间 总会过去的 让时间流走 你的烦恼吧 35点 你硬要 把单纯的事情 看得很严重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 36点 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 无药可救 37点 说一句谎话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 何苦呢 38点 白白的过一天 无所事事 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 39点 广结众缘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40点 沈默是 毁谤最好的答复 41点 对人恭敬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42点 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43点 来是偶然的 走势必然的 所以你必须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44点 慈悲 是你最好的武器 45点 只要面对现实 你才能超越现实 46点 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 47点 不懂得自爱的人 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 48点 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 我们在追求实魔 我们活着为了实魔 49点 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 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 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 忘记了别人的大恩 50点 感谢上 仓我所拥有的 感谢上仓我所没有的 51点 凡事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 这个就是慈悲 52点 说话 不要有攻击性 不要有杀伤力 不夸己能 不养人恶 自然能化敌为友 53点 诚实的 面对你内心的 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你自己 54点 因果 不曾亏欠过我们实魔 所以请不要抱怨 55点 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自欺欺人被人欺 56点 信誓 最大的欠子 别人能欠你一时 而他却会欠你一辈子 57点 只要自觉心安 东西南北都好 如有一人未度 切莫自己逃了 58点 当你手中抓住一件 东西不放时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 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 人的心若死持自己的观念 不肯放下 那摩擦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 59点 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 那就是一种福气了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 60点 你有你的生命官 我有我的生命官 我不干涉你 只要我能 我就敢化你 如果不能 那我就认命 61点 你希望掌握永恒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 62点 恶口 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 不管它有多坏 有多恶 你欲骂它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 你要想 它就是你的善知识 63点 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打我们 毁谤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 为实魔 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清静的心 64点 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 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 就得先受苦受难 65点 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 因此你用不着抛弃 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 万物皆为我所用 但非我所属 66点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 六十六条经典禅语 侠客文章1点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2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66点 经典禅语 侠客文章1点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2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3点 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4点 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5点 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这痛苦 也不是永恒 6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7点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8点 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 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9点 你什么时候放下 什么时候就没有烦恼 10点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11点 狂妄这人